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AI的行政命令 加強晶片的管制力道 華爾街日報更爆料 晶片大廠回答可能因為這紙禁令 在中國市場就掉單掉了1600億元 也重擊AI概念股最近的股價 昨天包含了好幾檔大哥們都破滴 但今天清晨超微的財報 儘管上季財報又有預期 但本季財測卻比較保守一點點 我想問威姐 如惡夢一般揮之不去的AI晶片禁令 是否真的產生了蝴蝶效應 沒錯 而且明君你知道嗎 今年算是AI月上市場主流最重要的一年 2023年 可是沒料到到了年底 現在我相信AI一定是面臨了最大壓力測試 怎麼說你光從華爾街日報 它算是美國的一個非常御用 非常重要的一個報紙 你看它直接登在頭版 非常清楚的告訴你 因為拜登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一紙禁令居然讓它來年損失了50億美元 相當於1600億台幣 你知道為什麼這幾天台灣的一大堆AI股倒成一片 就是因為這一紙命令 那目前為止在這個情況之下 說實在一個頭兩個大的還不只台灣 你知道還有誰 像大力 你知道它這一次的禁令進到誰 其實原來誰最急著要回答的AI晶片 阿里巴巴 字節操動 Tiktok 還有百度 我跟你講 基本上中國最厲害的一線的BAT 全部都在他們苦等回答的晶片 可是現在當沒了 你知道這個消息一出來 回答的股價真的很可憐 今天早上一度跌穿 有跌到5% 這是尾巴拉上來 不是啊 原本今天它已經灌破400塊 我跟你講 原本前一段時間 回答最高來到多少 493塊5 493我跟你講 這幾乎跌了快怎樣 快跌了100美元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該怎麼辦 我跟你講 真的很多人很頭痛 我們來解釋一下 那回答為什麼 這件事情的禁令如此的重要 你看明君 如果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關心回答 你知道他因為他影響我們太多 太多的AI供應鏈了 他以前早期的回答 早期的回答 其實這是顯卡 遊戲軟體顯卡 這個是資料伺服器 AI都在家 就是藍色的 可是你看 今年不一樣囉 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光是在這裡 它增長的幅度嚇死人 你看總計這樣加起來220億 結果一下子 未來你要損失5億 4分之1 你看它的股價 你看它跌完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 擔心的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裡面 很多人講說 回答的痛苦 就是AMD 超微的快樂 因為聽說超微的客戶 在中國比較少 北美比較多 所以讓它撿到槍嗎 是的 目前為止的確是這樣 因為回答把布 它的這個 在中國的市場 可是在北美市場的回答 AMD超微 超微今天 它也歷經了一個非常經歷 非常驚悚的一天 在今天早上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它本來公佈 它的第四季裁測 其實是不OK的 其實稍微落於市場的預期 因為它其實 它並沒有比市場預期好 市場預期63.7億 它大概61億左右 但是它當然加減3億 所以你在最高大概就是 沒有到市場的預期 但是你看 這就是為什麼跌 盤中跌成這樣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拉上來 因為目前為止 它告訴大家 最重要還是這句話 它看好未來 它超微未來在 這個GPU 各方面它的一個 這個收入 也就是AI這方面的收入 它可以居然突破20億美元 哇塞 這是老二 超微告訴你的苦水 而且你知道 為什麼這樣講 它目前為止 你知道之前我們已經 在節目當中說過 它其實就是委託 我們現在台積電 3奈米正在研發MI300 這是最新 其實它的效能非常好 很可能成為它們 整體AMD史上最快的 出貨量最好的 的確 輝達的跌倒 股價貫穿400美元 就是因為中國市場 這塊大肥肉 50億美元 活生生的飛掉了 但擔心肥肉飛掉的 還有蘋果 沒錯 你敢殺我的AI 我就殺你的蘋果 可憐的蘋果 我們來看 這個庫克 前陣子才去上海 大家都採訪 你知道為什麼還要去 我跟你講它急壞了 對 固裝 它不只是固裝 因為它的iPhone失誤 整個手機下滑 而且情況非常慘 來 觀眾朋友 iPhone15不是最新 它才剛要出來嗎 結果它居然上個月 它目前為止 一出來的銷量 通常很好 它居然比去年同期 就是iPhone14 它比起前一代的14 居然下滑了6% 因為中國它為什麼 要砍蘋果 就是為了要扶植華為 我跟你講 華為 它現在已經是中國 它動用國家的力量 你看 前幾天中國移動 買兩百萬支 我跟你講 國家要給你奶水 你會不長胖嗎 在這個情況之下 華為它特意就選在 你的蘋果M3D 在發表會的當天 給你好看 它還弄個遙遙領先 它那天發布的 其實不是高階 它其實那天發的是 NOVA11 SE 這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它目前為止 搭載鴻4的系統 我跟你講它有幾個地方 我相信是庫克單新的 第一個 它這個手機的畫素 這是前鏡頭 明慶你看 這是一個前鏡頭 非常的高清 原本是它們前一代 其實只有1600 我們講的是NOVA 這個NOVA 它這個系統 它是屬於中階的 它不是高階的 原本是1600 它現在已經提升到 三千二萬畫素了 光前鏡頭 後面更厲害 後面其實 你不要看它這兩顆對不對 其實還有三顆鏡頭 它就在那裡邊 居然它的畫像素破印 我跟你講 目前 拍照很強 沒有這樣 而且它居然 這個速度都非常流暢 更重要的是 環境譬如你可能看 你覺得很奇怪 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有點Copy iPhone的那個靈動島 其實有那個觀念 所以它在這裡面 比如說你要去 全部的人都要訂餐 訂到哪裡 送到哪裡 送貨到什麼樣的階段 這個地方直接告訴你 它是可以即時告訴你訊息 所以你知道 目前為止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從這個靈動腦來看 它的鴻膜系統蠻強的 很強 它未來如果透過這個 比較size比較大便宜的 一來民眾可以買 比較便宜的手機 二來所有的供應鏈 都可以靠它活 是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最近 中國的這個市場 手機市場全部一樣回春 在這裡你看 目前為止除了OPPO跟VIVO 它是往下 其它全面都往上 小米 華為 全部都往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中國的這個市場 手機市場 消費市場已經到了谷底 誰能夠聞到 春江水奶壓先吃 被動元件 對 因為它又便宜又多 果然 必用 MLCC 它的那個龍頭 不就那個春田嗎 我跟你講春田 早就已經聞到味道了 它從印度跟東南亞 到處通通都已經 開始在call貨叫貨了 這就是為什麼最近 台北股市 很多的AI股 乒乒乒乒乒 落得很慘 可是另外一方面 手機型的類股 全面上揚主要原因 好喔 這個台北股市跌了三個月 十一月份的第一天 好家在台股油穩住 但是呢 這個下半場換誰掌呢 可能已經不是AI老大哥的局了 反倒是跌身的手機小老弟 真的有機會開始鹹魚翻身嗎 昨天廣大一下子跌破了200塊 今天還沒有回來 今天也沒回來 而且它已經跌穿半年線了 這個系統沒有注意 沒有注意 其實它已經跌破半年線了 這一波未來跌了40% 對 而且還不只它 你看今天 你看偽創 偽創還早就已經跌穿了半年線 現在呢 我跟你講 它今天跌穿了90塊的不守 不是100塊 連90塊都守不住 所以你這個情況之下 非戰之罪 所以威姐應該講說 這兩檔個股不是不好 而是還需要一點時間 而且你看美國的禁令 已經在這個情況之下 回答直接 它都已經貫穿跌破了400塊 我說實在 觀眾我們不是要跟大家嚇 恐嚇大家 但是你在這個整個情況 未解之前 回答先400塊以上 能佔多久 它的股票才有機會回春 先看回答有沒有質問 對 黑愛老大哥才有機會 對 那現在眼光可以放到哪呢 好 剛才我們有提過 其實手機的市場 沒料到很多人 我們之前講 天啊 躺了半天的 終於要醒過來嗎 的確 西地 像我們今天 我們看一下那個華新科 被動元件嘛 華新科今天 我跟你講你不要笑他 他雖然 今天你看他的表現很伶俐 一開辦的時候 直接先給你攻個掌停 可是他掌停沒鎖住 雖然沒鎖住 可是你看他相關系列 像國劇 好幾個被動元件 當然今天有講說 因為那個華新立華集團 發威啦 明天就是系統了嘛 給哪裡 先華新科 出手給你看 好 來 雖然沒有鎖住 可是這個市場需求是需要的 那你可以看到華新科 其實已經盤了一段時間了 沒鎖住可能也是好處 對 充量嘛 充量啊 其實到時候 他有集團做這樣的一個效益 所以你不用替他擔心 你只要給他題材 他就上來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 除了他之外 這讓大家很難想像 就PA功率發達 PA反而是 這個禮拜開始就轉牆了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 你一定要去留意到 這個多少年沒有開商 他最高 你看他今天收多少 今天最後 他收147 明君你知道 他之前的高峰多少錢 400多 400 對 我記得400多 67塊5 如果有海報 現在人真的要哭了 可不可以忘了他了 他本來以為他要傳到第三代去 但是你看 一路下跌 老大哥還是很穩 今天147塊 幫你騎 他原本是從這個前面最低 121 直接往上 而且這幾天我跟你講 管理比喻你要聽清楚 他這幾天的這幾個 這是昨天的文貌的量 10萬多張 就是外資的 對 外資 我們現在講外資買牌 外資先知道 你看這都是9萬6 9萬5 這樣量把它買上來 你看這短短的時間之內 突然這樣子 你沒有這個中國大陸市場 或者是蘋果方面的需求 哪來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 大家都好問 那現在已經漲上去了 還有上漲的動門嗎 我覺得 因為他已經真的到了谷底 從400多塊錢 你還要他怎樣 那整個景氣已經落底 回春的情況 我覺得文貌真的是 還可以多多留意 但為什麼呢 觀眾朋友 我們跟大家簡單的講 我們有一個 我們研究團隊研發的 多空趨勢線 這代表什麼呢 其實這個不是股價 不是K線 不是不一樣 藍色的線叫做多空趨勢線 就是判別這個市場多跟空 在這裡面 每一個藍色的點點 它其實代表的是什麼 是六個月 三個月到一月 一個月之內短期的 他們之間股票 它的漲跌幅跟大盤漲跌幅 這樣相減 得出來的結果 具有這個推論 目前為止多 市場多跟空的這個趨勢 你可以看到 它在零角之上才是多 所以它要翻到綠色的線上面 對 其實它已經 基本上就是來這裡了 這就是穩帽 這就是為什麼 它冒出頭 其實基本上很可以 那目前為止 我們還加了一個主力賣東西 為什麼要加這個 因為對 好重喔 很棒 因為有了籌碼 我們知道它的籌碼動向 它早就提前 在這裡面已經卡位 其實已經勾上來了 所以我們只能說 在這裡面 本來就已經有第三季 虧轉營的這個題材 但是真真實實 市場上它的消費性手機 真的有這個需求 因為庫存已經消化差不多 現在我們再從技術線型 可以看出它的端倪 所以我這邊講說 目前為止 AI的一個下滑 是不是應該以股換股 找個時間 轉換到市場的主流 這樣我相信對觀眾朋友 手頭邊的財富才能夠保持得住